这些年经济发展是很快 但是也付出了一些代价 我们现在的挑战 最主要的就是气候变化 生物端性的丧失 土地的退化 当时我们开放的时候都是杂草 看着其实心挺难受的 中国的乡村里面有很多空心村 只有老人 只有孩子 但是没有青年人 刚开始我把这个想法 跟中文农民沟通的时候 他感觉到盯着眼睛大 人与山水林天湖是个生命共同体 要依据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我们祖先的这样的一个智慧 来整体的提高我们的整个的生态系统的 这样的向好 地区 地区 里面的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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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哈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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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 十年之后 云哈 前幾年其實這裡沒這麼漂亮 家裡的年輕人都未出了 所以說這邊土地比較荒廢的比較嚴重 靠老人其實去種田的話 其實是非常難 也能理解就是越來越荒廢的貴田 包括水土流失啊 土地荒廢等等 在 Qingtian more than a hundred kilometers away people have lived from rice cultivation since ancient times Both Qingtian and the Yunhe Terraces are a part of the Shanxue Initiative and its 50 projects throughout China The Shanxue Initiative is named after the Shanxue painting style a style famed for its poetic depiction of the harmony of land and water Like the painting style the Initiative does not look at ecosystems in isolation This kind of traditional wisdom 存在上千年 This kind of system it's not only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 but also greatly increased the land of the land It's also a part of the nature of the land It's also a part of the nature of the land and the nature of the land 它本身這些雜草除掉的話 我們這個鐵孔把它修復起來 水放進去的話就不會流失掉 我們這邊是原來一個塌方掉了之後 把這個鐵孔修回來 這個石頭就是原來塌方之後 我們不把它修復回來的話 比如下雨的話 它會包括裡面的話 它都會塌方下去 這樣子修復起來就是說下雨 我們也不怕了 現在我是看到了整體的變化 生態在變化 當時其實做生長的時候 感覺很累 有時候也很多怨言 其實回過頭想想 其實你還是有成就感的 現在整個我們美族的一個生態 確實非常好 包括空氣啊 特別新鮮 喜歡這位土地的人越來越多 包括遊客也是越來越多的 Ecosystems don't work in isolation, however What happens on mountains influences valleys below and what happens on farms impacts rivers and wetlands 我是叫徐冠宏 原來是一名中學老師 我們這塊鐵呢 從農民的手中流轉過來 現在做了一個 稻魚共生有機循環農業的試驗 稻魚共生產業呢 一直自古以來就有 祖先就很聰明 把這個小小的魚兒放到稻田裡去 然後讓小魚兒去吃稻田裡的 海蟲、浮品、雜草等等 魚兒吃了以後排出的糞便 恰好是給水稻提供養縫 魚縫產生的污染問題可以解決了 同時我水稻通過魚的魚縫滋養 那我的化肥、農藥可以大大地減少 我這裡做的試驗就是完全脫離的情況下 進行一個傳生態的一個循環 徐老師我現在兩三年了跟著他 看他在這裡感覺還要興趣 看他感覺我們以前的種田連驗的 他這邊是養魚 稻田裡面就是有魚把它工作 不要松頭什麼加肥料、農藥 我們以前是都要人公共的做的 肥料什麼都要 剛開始我把這個想法 跟中維農農民溝通的時候 都看到有奇異的眼光看著我 完全脫離農藥化肥的情況下 達到高產、穩收 感覺到這個是不可完成的任務一樣 在這種情況下 我感覺到有一個漁工的精神支撐著 我們先去試、先去做、先去實踐 我叫吳小芳 自己在上海工作了十幾年 在2012年的時候過來旅遊 發現這裡特別美 所以我後來就嫁到這裡來了 最後定居在這裡 我們做第一家民宿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是不相信的 就是他不相信說 會有城市裡面的人 會來這邊去住你的民宿 到我的民宿開出來 每天都爆滿了之後 其實有些年輕人 他其實也是心動的 通過這幾年的梯田的副肯 然後通過這幾年的民宿的發展 旅遊的發展 這部分年輕人 他現在又回來了 又回來以後 他們自己創建了自己的民宿 創建了自己的農家樂 甚至在這個地方 當了一些農業上的一些導師 然後他們就可以在這個地方 過起一個相對有尊嚴的生活 所以你會發覺 這個村子裡面的年輕人越來越多 然後發覺這個地方的人氣會越來越旺 我想是在吸取老主席智慧的條件下 我再通過我個人的知識經驗 用現代的一些方法更好地做好 顏色越深 它安淡的越多 但是這個是擺的 就說明比這個0.2還少 我們也裝了自動化的一些裝置 如果容量不夠 它氧氣就會自然打起來 看到魚油異常的時候 就用顯微鏡來進行觀測 前兩年是不穩定的 從第三年開始 那麼就逐漸地在環境好起來 帶觀望的這些老百姓 它開始對我也關注起來了 我們從國邦帶一個變兩個變三個 所以說這些農民自舉地到我這裡來採訪 他們也逐漸慢慢地接受了這種模式 原來我們煤族村也是算比較落後的一個村莊 現在反而是就是很多人很羨慕我們這個村莊 就說你這裡拿得好 這麼多遊客過來在家裡就能掙到錢 感覺就很自豪 以前在我們種田移收入不高 現在跟著它做可以一末田 我們裡面有一萬塊錢左右 那麼以前我們的魚是隨便放的 魚產量不高 現在那麼跟著徐老師的產量 已經高了多 比如外甥啊什麼都知道 這邊的魚是烏光害的 我們這邊都覺得買得也很好 還有一個是在家裡看看小孩 照顧老人啊 孩子方便多 從2016 The Shanshui Initiative has restored more than three million hectares of land transforming the lives of countless people as their countryside comes back to life By combining the wisdom of the past with the knowledge of the present A sustainable future is now possible 我們現在的挑戰 最主要的就是氣候變化 生物多樣性的喪失 土地的退化 其實我們是人類 是我們心情共同面臨的 那我們面對這些挑戰 湛水蓮天湖項目呢 除了解決以往我們工程的一些問題以外呢 我們是一個綜合性的 同時應對這三大挑戰的 非常好的一種範式 好好的 以回答 足夠了 你 能夠